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谈到股市的时候 常常听到大家会说筹码凌乱 那其实什么是筹码乱呢 代表可能现在散户积极的进场 那我们怎么知道散户进场了呢 最常看的指标叫做融资余额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大家常常会把融资余额视为是整个行情 过热要反转的一个重要讯号 那当然 其实融资有一些蛮重要的观念跟实用性的原则 我们透过今天的节目呢 也想要一并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关于融资有几个该懂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第一个 其实就长期的角度来观察 台股大盘的融资余额 基本上呢 趋势都是一路往下的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台股现在已经呢 逐渐的走向法人主导的时代 第二个 融资其实不要用绝对的数字来做评估 就比如说3000亿太高 2000亿太低 并不是用绝对的数字大小来做比较 是不是过热 筹码是不是太乱 可以观察融资余额处于总市值的比例 第三 在波段操作方面 可以去比较指数的涨跌幅和融资余额的增减幅度 做个动态的比较 更能够判断筹码的稳定性 最后第四点 其实散户会用融资 大户也会用融资 但是呢 散户跟大户在使用融资的心态跟策略是不同的 那当然最后投资的胜败结果也不相同 这是关于融资 各位可以先了解的几个重要的原则跟方向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进一步带各位来看清楚 刚才讲到其实大盘 当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波段的修正 甚至从长多范围长空 那么这样子的转弱讯号往往都伴随在 所谓的融资大幅增加 或融资过热筹码凌乱的讯号 因为往往散户都是说实在的 比较后知后觉 在高档的时候才开始去做追买 那我们怎么样知道 所谓的融资过热的标准 要怎么去定义 来 我们让各位先看一下 台股指数 在历年来有几次 在万点附近的相对高点 那么我们顺便也搭配了总市值来做观察 那这个概念其实蛮重要的 在去分析这一张走势变化之前 我要先让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 其实正常的情形之下 台股整个大盘整体的融资余额 应该是要往上或是往下 你们可以先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以前上市公司全部加起来只有200家 那么现在如果加起来 达到了将近1000家 当上市公司从200变成1000家的时候 各位想一想 融资余额如果增加 是不是非常的合理 当然嘛 因为多数的公司 几乎每一家公司 都可以用融资去做交易 所以当上市公司加速持续增加的时候 融资余额增加 当然是很合理的 那增加到什么样的水位 叫做过热 叫做危险了 其实这要跟台股的总市值来做比较 总市值就像是池塘里的水 那如果水位越高 里面就可以养出越多体型比较大的鱼 那如果水很浅的时候 就只剩一些小虾米 所以台股的总市值越高 就能够承载更多的融资余额 但如果台股的总市值往下掉 但融资余额往上增加 那就很危险了 所以我说我们把历年来 台股在万点附近的几个高点跟市值 摊开来比一比看一看 包含在2000年的时候 2月份大盘指数冲上了10393 当时市值达到了13.55兆 那当时如果我们把融资余额打开一看 这个是空前的 超过5600亿以上 那用融资余额去除以市值 得到的比重是4.14% 接下来震荡了之后 经过了两个月 在2000年4月份的时候台股指数又上一次万点 来到10328 那市值是12.65兆 这两个高点比起来可以看得出来 台股的高点有稍微下降 可是融资余额不减反增来到了5722亿元 那我们进一步再看一下 用当时的融资除以总市值得到的比重是4.52% 那很明显的融资占市值的比重增加了 所以就让当时的台股陷入筹码极度混乱的状态 一旦利空来的时候 那么就会变成融资多杀多的卖压 所以当时台股就从10328点 一路杀到3411 融资波段整个大减的八成之后 跌到1100亿以下 才真正的见到低点 那再往后看几个高点 包含在金融海啸之前 2007年10月 指数最高9859 虽然指数没有过前高 可是各位看到 市值已经膨胀来到24兆以上 这就是因为我们上市公司的加速 每年几乎持续都在增加 那每增加了一家公司 市值它自然就会加上去 可是融资最高 也大概只有来到4000亿以上 没有再回到5000亿以上了 那在崩盘之前 融资除以市值的比重 大约是达到1.71% 跟2000年的崩盘来比 也相对少了很多 那再来我们看到 在2011年2月的时候 指数高点9220 融资高点大约在3100多亿 2014年的时候 指数高点9593 融资只剩下了2000出头 2131亿 那在2015年 指数短暂来到万点 10014点 市值来到了28兆以上 融资约略也只有2100多亿 那最后就是今年的高点 史上第二高的 11270点 市值已经创新高 来到33兆以上 但是目前的融资呢 大概只有1700多亿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刚刚魏朗老师所讲的 长期来说 台股的融资余额趋势是往下的 那这个是因为 法人的成交占比越来越高 法人所持有的股票的市值比重 越来越多 那因为法人他们是不能用融资 去做买卖的 所以呢 关于融资余额这条线 它长线的趋势就是会往下走 那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崩盘呢 要跟市值来做比较 但是呢 这个数字 它也是会随着历史去做调整的 以往呢 可能要超过4个百分点以上 那如果我们用最近的一次来看 会比较贴近现况 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发生了一波小股灾 其实也跌了1000多点 还算蛮重的 那当时在大跌之前 融资再让各位看一次 大约是1750亿 除以总市值33兆 这个融资占市值的比重 是来到了0.52% 而这个0.52% 大家可以先把它当成 今年如果台股 有可能拉回时候的危险标准 从融资的角度来看 不要以绝对金额来说 而要以融资除以总市值 会比较客观 好 所以如果将来台股 有拉回压力的时候 各位就要小心 融资占总市值的比重 是不是达到0.52% 或者更高 好 那你想知道 现在这个比值 大概是多少吧 我告诉大家 目前大约也就是 0.52%到0.53% 换句话说 最近行情震荡压回 融资有稍微减一些 可是融资减肥的幅度 其实是不够的 其实还有必要 进一步再减肥 否则如果当金融市场 出现了风吹草动的变数时候 那台股很可能融资 会形成多杀多的卖压出现 那我们就以呢 今年两波比较明显的 修正来做比较 我说年初2月那一次的股灾 以2月6号当天来说 大盘大跌了4.95% 融资在当天 一天是减少了75亿 这是今年以来 单日融资减最多的一天 那融资的减额 大概是占成交量的3.1% 那第二波也就是 最近发生的8月13号修正 大盘呢 当天跌了2.14% 融资当天减肥了47亿 那这也创下今年单日 减肥第二多的额度 那融资占成交量的比重 大概是2.96% 两次的情况呢 其实还蛮雷同的 都跟国际面的变化有关 国际市场有了利空 所以指数大跌 融资大减 那只不过呢 如果就融资 单日减少了金额 或者是占成交量的比重来说 其实这一波融资的修正 也的确还不够 那就像我刚刚也提到 目前用融资来处理台股的总市值 这个比值跟年初在崩跌之前的情况 还蛮接近的 大概都在0.52%到0.53% 所以如果这个行情 真正要出现比较构力的反弹 那融资势必要进一步再减肥 要减多少呢 估计起码还要再减个百亿元以上 最好能够回到1650亿元以下 这个就是呢 从目前的融资来看这个盘势 那很明显的 不管是从今年以来 或从最低点以来 融资的增加幅度 都比大盘指数的涨幅 要来得更大 所以代表呢 现在的融资的确还蛮混乱的 那再以最高点拉回的修正波来看 指数跌了586点 跌幅是5.2% 融资没有减少 反而还增加 从今年最高点拉回以来 融资还增加了9亿 所以呢 代表目前其实 整个盘势 胶着在这里 的确是受到筹码面的干扰 那我们就要很小心 因为当有变数来临的时候 这些融资就是不定时的炸单 那现在在操作上面 当然很多股票都经过了修正 那大家手中如果有资金 想要进场买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先去想想 个别股票 现在的位阶在哪 筹码的稳定性如何 有很多从高档跌下来的股票 像被动元件 细晶元 二极体 MOSFIT 这些个股 即使它基本面再强 可是各位想想看 从高点的跌幅 三到五成不等 而每一个跌幅 后面代表的都是 很多套牢的筹码 很多融资在里面 现在都被卡住了 那如果你是主力大户 你会有这么样的好心 现在用钱砸进去 一口气拉上去 V型反转 甚至大回升 让这沿路套牢买进的融资 都全部解套赚钱吗 我想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行情就是将在这里 但是呢 小心谨慎的 拟好自己的作战计划 那不要呢 过度迷信基本面 那有些个股 其实融资的确成为 很沉重的包袱 但当然也有一些个股 就如同刚刚我所讲的 散户会用融资 但主力也会用融资 所以哪一些股票 是主力在用融资买进 哪一些股票 将来有波段上涨的空间 能不能从融资来做判断呢 想知道吗 待会休息回来 威杨老师要进一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去判断 属于主力或者是散户的融资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 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融资融资 融资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投资台股 分析台股 研究台股的时候 常常都听到专家 嘴巴挂着一直说融资融资 其实关于融资 有几个重要的原则 各位不妨听听看 参考一下 第一个 其实就长期来看 台股的融资 趋势是往下的 代表长期来说 融资予额 只会越来越少 不会越来越多 因为台股的法人比重在增加 而法人 是不能用融资 去买股票的 第二个 融资高或低 是不是过热或稳定 不是以绝对金额来说 不是1700亿 1800亿 这样来做比较 是不是太热 是不是造成筹码的负担 最好搭配台股的总市值 来做比较 用融资予额去处于总市值的比重 那么在波段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进一步把大盘指数 在某期间的涨跌幅 跟同样期间的融资增减幅来做比较 假如指数涨幅大过于融资增幅 那筹码相对是比较优良的 那如果指数的涨幅小过于融资的增幅 那就是筹码比较凌乱 那最后散户会用融资 其实大户也会用融资 只是心态策略不同 那当然投资的结果也更不相同 以散户来说 为什么会用融资 无非就是第一个 自己本身的自有的资金不够 有些人可能只存了三五十万 可是希望赶快翻倍数 赶快赚到一百万 所以觉得自己钱不够的状况之下 就会想要去扩大杠杆 第二个想要赚得更快更多 因为很多人觉得 同样的股票 那如果既然看好 用原本的自有资金 只能买十张 融资可以多买一倍变二十张 那获利也可以多一倍 所以呢 可以加快达成自己 投资理财的目标 这个就是正常多数人的想法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以薇阳老师 自己亲身走过来的经验 还有身边身边相当多的 亲朋好友客户会员 其实我真的看过太多的例子 都是败给融资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不要说别人 我讲我自己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就在台湾股市里面 杀进杀出 赚了不少钱 但是呢 用九个月时间赚到第一桶金 却在半年之内全部输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时 太急着想要倍数获利 想要赶快赚更多更多的钱 早点退休 很好笑对不对 二十几岁就在想着退休的事情 结果那时候呢 都嫌股票涨得不够快 那因为呢 一开始手气顺 到后来呢 胆子变大了之后 就融资去买 甚至用信用贷款去买 然后再加上去操作 期货 认购权证 这些高杠杆的风险商品 一心一意都想说 赚一倍不够 赚三倍才快 赚五倍更爽 是不是 结果呢 其实在行情震荡的时候 很多融资 因为呢 你还等不到日出 你的股票就先被断头了 事实上呢 主力大户 为什么会洗筹码 为什么需要算筹码 为什么总是在针对散户 这个就是股票市场 不变的逻辑 如果散户 好好的去投资一档股票 限股买进 主力不一定掌握得到 这个筹码 但是你用融资一买 等于呢 自己露出了行踪 露出了马脚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主力 你看到一档个股 有很多散户跳进来 融资一直增加 你会心甘情愿拉上去 让大家赚钱吗 那如果拉上去 但大家赚钱变成卖押 请问主力 将来是要怎么出货 要卖给谁 所以通常融资一增加 主力不但不拉 反手就往下杀 把融资杀掉了之后 再又拉上来 结果久而久之 似乎就成为呢 散户用融资 投资股票 都是赔钱的宿命 好 所以 威朗老师 是真的有感而发 提醒大家 其实 融资看起来 能够让你赚得快 事实上呢 经过长期时间来看 多数的人 反而败在融资 如果你是用 现股持有好的股票 震荡 有时候其实是一时的 忍一下就过去了 但用融资 可能你已经先被 断头出场 接下来再怎么涨 都跟你无关了 那如果说 主力也会用融资 散户也用融资 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基本上我把它 划成四个向线 从高档区 低档区 跟股价是上涨 还是下跌 来分析 一档股票 背后的融资 比较可能 是来自于主力 还是散户 基本上 如果一档股票 在低档区 那相对呢 因为还没有大涨 可能也不够热门 散户通常不太会 去注意到 那如果这个时候 股价是慢慢的 有垫高的迹象 也不是喷出 也没有涨停板 但是在低档区 慢慢的价格上涨 那很有可能 就是主力用融资 在吸纳筹码的阶段 那如果呢 是在低档区 可是股价呢 有点盘弱盘跌 但是呢 下跌的时候出量 那么有可能是主力 刻意的再往下 压低进货 用融资去买进 但如果是量小的 状况之下 那或许就有可能 是散户在用融资 去买进 至于说股价 如果已经大涨一段 来到相对高档区 那股价还能够继续涨 那可能呢 散户有进场 用融资追买 不过呢 主力大户也还没有撤资 所以呢 大户跟散户一起买 但如果在高档区的时候 股票呢 股票呢 利多频繁 结果呢 涨不太动 散户呢 融资追买 融资大增 然后股价却开始跌 从高档转落 那么通常这个就是呢 最不好的情况 往往就是呢 大户明显的 借利多 倒货给散户 那回过头一看 这一波 很多大跌的股票 比如说 被动元件的公司 我们看看 这个在相对高档的时候 是不是融资开始增加 前面融资都没有增加 是从高档之后开始增加 然后跌下来之后继续买 因为呢 散户的融资一路摊平 那你再看 华星科是不是也是类似情况 开始拉回之后 融资一路增加 齐利新也是一样 融资一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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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些呢 都是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 可是你会发现 当初股价在低档区 像4月份的时候 其实融资都没有什么增加 那就算有 那个融资 也都是来自于 特定的几个分点 筹码都还是很集中 所以在低档的时候 被动元件 是主力用融资买进 可是呢 来到7月份之后 股价在高档震荡 甚至开始压回的时候 融资增加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股价越来越弱 越走越低 这很明显的就是呢 大户在调节 而散户用融资去做追买 那当然整个被动元件 整个电子的涨价族群 其实修盛到这里 位阶也都已经很低了 那我不是鼓励大家 现在呢 才盲目的去追杀 相反的 我觉得走到这里 是有一些浮现 投资机会的空间可以思考 但是呢 每一档股票的融资 是不是沉淀的干净 这个呢 就需要让大家好好 去做个功课 那最后我们看到 像加百育来说 融资虽然最近增加 可是呢 因为是在低位阶 而且配合买卖加速差 买进的加速相对少 卖出的加速相对多 所以很明显很标准的 这个就是属于 主力融资的形态 所以未来你要找的股票 就是属于这种低位阶 那大户用融资索码的标股 才容易呢 在目前多空僵持的行情 当中累积财富 那如果你手中的股票 不晓得说 现在的筹码 是不是干净 是不是稳定 融资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处理 手上的持股要怎么调整 去降低风险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当然 魏阳老师 下周有新的股票 要带你们进场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祝大家操作顺心 本公司